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探头看了一下 那一看的话是一个小孩子 挂在我们楼下这个仓户的 那个碰窗的那个户栏上面 他卡在那边 那因为旁边也没有其他人 那后面我就叫 我们那个退休的那个老同志 拿了一张凳子 从这个我们楼梯那个窗户 就爬上去 爬到那个外面那个碰窗上面 把那小孩子拖起来 因为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嘛 我刚开始其实上去的时候 是没有想太多 就是但是当我上去以后 发现这个小孩子 不像我思旧 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就是拖不上去的时候 然后呢那小孩子又很重 我发现我坚持不了很久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是害怕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害怕 因为当时这个楼层也比较高 是在五楼嘛 这位最帅托举哥 也是一名边界民警 疫情当前 他主动请英 加入疫情处置党员先锋队 为入境旅客登临查验 面对疫情 他也曾有过担心 但他仍义无反顾地冲上第一线 因为他说 同事这份工作 因为我们肯定 又是共产党员的话 肯定还是要就是 毫不犹豫地往上冲 都是无反顾地冲上的